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很谢谢马来西亚的朋友 也有许多欢迎大家 無論任何地方都好 是reconnect的 而且我沒有看Youtube的留言 因為我只有一個機器 只能看到Facebook那邊 Youtube那邊比較多五毛 我通常都不看 還有我只有一個機器 只能看到哪邊的留言 下次如果我還有一部Laptop 就盡量我兩個視窗給大家看看 剛才說到 到底其實這場運動到這裡 大家必先要承認 整個反修例運動到今時今日 到一百天了 我們都要做 有少許的總結 小結 或者叫做 Evaluate一下 有少許檢討也好 審視也好 其實有幾件事 我覺得現在到現在一百多天了 一百多天 第一件事 覺得香港人的堅持 今次的堅持 我是深深被感動 我也始料所不及 這方面有少許跌眼鏡 也想不到香港人這種決心 是可以堅持這麼久 現在已經有一千四百多人被捕 請注意 已經被拘捕了一千四百多人 拘捕了一千四百多人 但是香港怕不怕 香港人怕不怕 不想怕 還不想怕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效果 可以說 在這麼多人被捕 可以說是這麼多年的社運 拘捕最多人的一次 即是不計六七暴動 是近幾十年 社會運動裡面 拘捕人數最多一千四百多人 但是你拘捕了一千四百多人 其實對於整場抗爭者 對於很大部分的抗爭者 其實是無動於衷的 無動於衷的 完全影響不到抗爭者自己的鬥志 整件事是影響不到的 是影響到的 正面影響 我們更加是同手的蓋 我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就說有更多更多的人 是走上前線去幫忙 上路 無論不是只有年輕人開始 看到很多一些中生代 都開始要知道自己 去走上前來 去上路 繼續抗爭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是因為你政府 是太能夠垃圾 太能夠無能了 已經是 中共處理這個問題 也是無能 由中共和港共 整個政權 都處理這件事是無能的 完全解決不了問題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政府又怎麼能夠解決問題 整班智障的人士 整班都是若能無能之輩 熔錄之輩 沒有任何的想法 完全是白溝痴的一班人 你又怎麼能夠若溝痴的一班人 你怎麼寄望他們能夠解決任何的問題呢 所以 無論你抓了千四人 但是依然 是有人前附後陣 繼續上街的 無論和理非好 勇武好 是無損的 是 很多人 很多前線的 收回來的資訊都說 很多前線 物資又短缺 又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 也抓了很多 真的很勇武的人 但是看到的 客觀效果是升級的 但是其實 是不是 就好像那個惡少爺 那個惡少爺 那天一個人 夠三個 穿著一個 惡字的T恤 我真的服了你五帶頭地 這個意思就是 請受小弟一拜 那種勇氣 不是說他要打人 不是說他要打人 是他那種捨己為人的心 那種勇氣 你明白嗎 這個就是這場運動的精神面貌 你明白嗎 不是一個半個 其實大部分 參與最前線 或者甚至參與運動的人 的精神面貌 其實就是一個惡字T恤的年輕人 印證了給你看 他那種捨己為人的勇氣 基於愛香港 基於愛這個地方 所產生出來的勇氣 連命都不要 連前途都不要 去犧牲 為了爭取的是什麼 自由 是香港永恆的自由 因為愛這個土地 為了爭取自由 而這件事 是不會熄滅的 這件事不是你 不是你搞的 不是派錢 不是那些東西 可以擺平的 這件事 你明白嗎 最恐怖 就是最厲害 我們示威者這一方 最厲害的武器 就是這件事 無論是前線的年輕人 組織人鏈的行動 作願榮光 所有的事 示威者這一百天來 做的一切一切 都是基於一個愛 以及勇氣 為了爭取自由的勇氣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 你越打壓 你越把何君堯這些垃圾 越做一些黑警 繼續胡亂執法 繼續去敗壞法治法紀的時候 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更多人願意犧牲啊 更多人願意 甚至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去到我 搖冠東 我不想害怕 我 我都要走出來 現在我不怕被人告我 先說 走出來說 我要擋子彈 我要站在年輕人的前面 我上機 擋子彈 我不怕你 告我先說 甚至是犧牲自己 即是 連社會上面 大部分的 中坑 中產 我自明中產 即是 這些人 無論 all walks of life 所有年紀的人 都能夠 去到這個位置 上了 走前面 為小朋友 擋子彈 這個 我們只會 升級到這樣 而已 我跟你說 其實很快 只要我覺得 只要你 警察 你真的 把第一槍拿下 第一個人 我保證 全民上的人 我保證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即是 現在 我還要罵 一些大部分的香港人 和網友 你們不要再把這個運動 都指望給年輕人 不要再把小孩子 上前線 把中學生 大學生 上前線 你們不算是人 他們爭取的東西 你們要沒有人份 不要只想和理非 安全 唱歌仔 去商場 唱歌 唱歌 那就算了 平時在Facebook 做兩個like 出兩個status 就算了 我也在說自己 我自己是一部分 即是我也是一份子 即是我們不是去否定 你做這些事情 但其實是 不足夠 我們要更加多的 即是 和理非是對的 我們不是去否定 我不是說你和理非有錯 不要搞亂 但是 是上前線抗爭的事情 不是整個運動的抗爭 甚至無論你和理非好 還是沒有 不是只是 不要靠那些年輕人 就好像2012反國教 只能靠黃之鋒 什麼都說黃之鋒搞 學民思潮 哎呀很厲害 我捐錢給你 不是這樣 是每一個人都要參與 即是每一個人都要有那份犧牲的精神 那些年輕人 不犧牲得大 是不是 犧牲了和家人的感情 犧牲了家庭 犧牲了自己的學業 可能犧牲了很多 甚至很多被告暴動的那些 犧牲了前途 甚至 有些連性命都豁出去 我們看到 連性命都豁出去 這些 是不是 即是 如果中央日 去到社會的各階層 很多不同的階層 只要你生存為香港爭取自由的心 你就走出去 去屌你 要去屌你 做出犧牲的話 是不是 即是這一場運動 就更加才是 正正式式的 一場 撼動 地動天搖的運動 現在還不是 其實 我告訴你 八成的人 大家都還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包括我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 其中一個混蛋 我不是 只是華人 我自己也是 你叫我 你叫我 寫定遺書 或者是 我自己的生意 屌你了 我沒有事情做 屌你了 屌你了 被警察抓了 坐十年間 屌你了 我兩個兒子 我兩個兒子沒有爸爸照顧 屌你了 我要坐十年間 我還未準備好 我不行 到現在我還未去到那個位置 我要去做這個動作 我真的很老實地跟人家說 我不行 是不是 就算上前線 都要中場 中後場 要走得到才行 但是如果有一天 去到大部分的 去到大部分的 香港人 他們都欺負了 屌你了 不理會了 這樣其實是 才是真真正正的 大升級 我覺得 所以現在的形勢就是這樣 其實現在卡在樽頸 其實現在的情形是樽頸的 他搞那些 即是抓了千四人 無動於衷 繼續上界 不停 第十六個星期了 接下來是第十六個星期了 是不是 我們快要追得到 朴槿惠的事情 就快到了 也快到了 也快到了 黃貝森 是不是 我們不希望黃貝森 越來越少人 越來越多 我看到除了大家的示威升級 的武力 即是示威者這邊的武力 也隨著警方的暴力升級 即是示威者終於升級 但是也同時間 是面對很多樽頸的問題 即是面對很多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很嚴重 就是 現在雖然我們有很多口號 例如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例如是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例如是香港人加油 例如是黑警死傳家 例如是721打死人 二眼還眼 721打死人 821不見人 831什麼什麼 甚至有很多歌曲 我覺得現在開始的口號 流於口號化 不具體 我看到這個問題很嚴重 開始覺得很不具體 變成我要爭埔鼠 他很害怕是在報一個2014年的後程 就是佔領的後程 就是個個都說我要爭埔鼠 那怎麼爭埔鼠 現在其實很清楚的 五大訴求其實很清楚的 我們是不是要是時候 將這一百天的運動 現在是撤回了方案 將這一百天的運動 我們是不是要 narrow down 或者是將它用更加簡化而有力的 一些口號也好 一個信念也好 我們是正式 清楚地提出 要求 這個訴求 是要清楚地提出 例如是否特赦所有示威者 是否調查警部 要警察交人 或者解散警隊 或者解散警隊 或者重組立法會 或者要政府總辭 我覺得是時候 是否可以思考一下 不要將它留於一個口號 有時候我都開始有點怕 就是商場 或者是一大堆人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加油什麼呢 唱歌什麼呢 我們要在前線的時候 要施加些什麼 要施加些什麼的壓力 給政府呢 或者你想怎樣繼續引起 社會上的討論也好 或者關注也好 我無意冒犯 但其實你說這個擔憂 我也有的 我的擔憂就不是說 我要真普選這句 我的擔憂是變成救烏團 是有點遲的了 其實我不是否定他們 他們到今時今日都還在 很堅持的 但是的確我們 我們行有餘力的話 其實可以做得更多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商場唱歌仔 叫下去 其實是會退休的 你問我會退休的 會慢慢越來越少人 大家集以為常 成分出日常 因為這些事情 給不了壓力 政府的 做很多事情出來 都給不了壓力 現在其實政府當你是拗痕 其實現在特區政府 已經開始冷處理 所有的示威了 因為他們覺得你會退休 如果他這樣處理的時候 他就一個訴求都不用答應你 他就不用有任何的港格 總之你自己走 我一元都不用給你 但是問題是 我們不可以這樣 正正是因為 要繼續給壓力 政府 用任何的方法 去思考一些新的方法出來 不要再翻炒一些無效的東西 例如塞機場 你現在塞不了 是不是 有沒有一些 其他東西 有些新的東西 試著刪了兩次 試著刪了兩次 你再一次試著刪也沒有用 每張圖都見過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需要 示威者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策略 新的部署 是不是 我知道 現在大家都可能 在想一些什麼十一 或者在想 下個星期 美國的一個人權法案 是不是會帶來一些變數 其實我都知道 大家是一個觀望的 我很相信群眾的 我也很相信群眾的智慧 我不是在批評運動 我只不過是說出 我作為現在這一刻 在這一天 我對整場運動的 一些擔心 因為你看到林鄭 和整班建制派 已經在想要搞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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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說 讓你繼續執政嗎 現在我們OK 你繼續執政嗎 你這筆建制派 什麼時候施政 現在施政 是不是 立法會復會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要求 給壓力 建制派 叫建制派 策頭總辭 什麼事呢 因為他剛剛的新聞 正在說 10月16日 預計 會重開立法會大會 16日 那天 林鄭就說 要出來說 他所謂的施政報告 其實他們已經是當你臭死了 是的 你在說施政報告 在說土地收回條例 建制派在說住屋問題 完全已經不想當你是惹 他這樣做 其實他背後就是說 當你是什麼人鏈 獅子山 甚至一些衝突 這些東西 他當你不是惹 當你是日常 是嗎 那你是否要給更多的壓力 這個政府 無論是用什麼的手段 我不知道會有什麼手段 你可以和平的 又有 勇武的也可以 但是就要拿回焦點 我舉個例子 例如 再上個禮拜 去美國領事會 其實我覺得可以的 你都是一個和平示威 整班人去一個領事館 大家請願信 很和平 和理非都不得了 如果覺得有效果 其實不一定只靠美國 英國好像再上個禮拜 都有人去過 再不是德國也可以 其實你都可以想一下 你知道香港自救 都是自救 但是你都可以拉攏 多些外國勢力幫助 所以這個聽證會 這些去外國遊說 其實是有效的 我覺得很重要的 你看到他們說完 就橫時馬上出 香港會不會變成另一個關島 根據黃之鋒這樣說 香港會變成另一個關島 嘩 聰明啊 吵你老婆 黃之鋒真的吵你了 你真是做到事了 國父啊 吵你了 我不介意 如果我們是 吵你了 好像關島一樣 成為他一個非自治 那些叫做非屬領 還是什麼叫做關島 這些地方 他不記得一個州 他叫做非自治 總督 很搞笑 如果我不介意做黃之鋒銅像 就吵你了 那也在網路上好笑 那些大陸人身體 他很誠實 就說 你們不要 這樣實在太過分了 你割養就要割養我們山東先 然後廣州又說 真的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是挺好笑的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繼續做的 也不妨是 總之環時有反應 成功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了些什麼 即是十一國慶 那國慶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放煙發就取消了 有些什麼 他預了你的 他預了你是會來示威 穿黑衣服也好 穿黑旗也好 有些事情他預了你 他就叫屌你 林鄭也是叫他身邊 最想他唯一 剩下幾萬個警察 也是來掃場 走來TG 那除此之外有些什麼呢 是不是可以真是屌你了 他是金子晶的 你不是在旁邊蓋丁堡 屌你了 五十萬人一起唱完榮光 是不是這樣 升旗 我們玩升旗 是不是 升黑子晶旗 現在還沒有一支共同的旗 升黑子晶旗 黑子晶旗代表運動 你不要理我是不是港獨 根本不是港獨 是為了悼念我們 我們玩悼念 十一海難 南亞海難的死者 還有所有為這場運動 我們十一是用來默外廣商日 廣商日 黑子晶旗是對的 我們有我們升旗 一場 一個屌你 大銀樂隊 連了管弦樂 幾十人的管弦樂團 圍著一支自己弄的旗桿 屌你了 二十萬人就在中環 你在金子晶旗 二十萬人我們升旗 你怕不怕 又或者我倒轉另一個方向 我們飛了吧 倒轉另一個方向 我們都照星旗 我們倒轉五星旗來升 那將十月一號 不行啊 這個國旗化 不行啊 又不行啊 不行啊 或者我們升旗 那一支旗 那我就可以了 即是我們 一路都是唱二雄君祖雄曲 但是升旗呢 就是升旗那支旗 即赤納水 那支旗 來獻祝你這個殺人屠夫政權 建政七十年 那是屠夫政權 我們講事實 將這個十月一號打造成為 誒 打造 誒 講了那些匪語 剛才我講了一點 說什麼初心都被人罵 講了那些匪語 將十月一號包裝成為一個國際反共日 一樣可以的 好啊 你這條條又不錯啊 揮揮 國際反極權日 是反極權日 是的 十月一號國際反極權日 連帶那些非洲的獨裁國家一起 那些獨裁者 連著北韓金正恩的獨裁 我們很會國際化的 不只是你知共的 我們很會國際化 叫做國際反獨裁者日 或者國際反暴政日 又可以 是不是 或者講雙日 悼念所有的死難者 其實是OK的 我覺得沒有問題 是不是有更多的事情去搞呢 雖然話雖如此 很多人說十一是一個 deadline 第二件事就是 不要再被任何 deadline迷惑自己 這個世界沒有 deadline 沒有任何事情 只有自己給政府一條 deadline 要回應訴求 沒錯 現在政府要回應訴求 只能拿一些最大的公因素來回應 你不可以消滅了一兩個組織 你就可以令到這場運動消滅 現在是不可能的 因為現在是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珍貴的 在這場運動裏面 就是我們演進了一種 叫做每一個人都是參與者 每一個人都可以是領袖 例如很簡單 例如幾萬人一起遊行 隨便一個叫光復香港 任何人都可以 就自然會回答時代革命 任何一個人帶領都可以喊後號 不用一定又說誰誰要大頭 不用的 是人 叫一句 就自然有人回答 這件事很重要 不要看少一句口號 其實這件事 印證了這次這場運動的特色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stakeholder 每一個人 都是有他的份量 我們自己代表自己 每一個人都是參與者 一個份量是一樣的 沒有任何大頭 沒有任何領袖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回應訴求 港共你要回應訴求的時候 你只能夠找一個最大的公因素 大家都會接受的 只能夠是這樣的 你要擺平 只能夠是這樣的 即是你自己切腹 你吊頸 我也有點拜拜 上梅山 你自己切腹 即是你林鄭 你自己自殺死 或者你和李家超 和鄭逸華集體 三個一起服毒自殺 三個就可以服毒 一個你要切腹 或者吊頸 即是你自己死了 就算了 有些陣絲 都可以的 你明白嗎 即是你始終要有一些最大的公因素 是大家都拜 起碼大部分人 反修例的人是拜 即是你看 即是很簡單 即是 亦都不要給 我只要講到一半 你不要給 什麼首元一 沒有的 那時候大家記得 記不記得G20嗎 記不記得G20嗎 記不記得G20 記不記得又說 然後就9月1號 記不記得又說 記不記得又說 那些叫什麼 糟了 突然間執筆無字 那個 中共那個叫做 北戴河會議又說 會有什麼 沒有 沒有 十一 是不是七十周年國慶之後 又不知道會怎樣 沒有 不要給這些日子 來左右到自己的思考 可以是一些里程 但絕對不是說 會有什麼大事 不會說什麼 下個星期過了 美國可能過了 民權法案之後 又怎樣怎樣 不要想這些事情 我們只要想著 一件事就是目的 我們到底想怎樣 示威者想怎樣 我們的五大訴求 要怎樣 去達成這五大訴求 怎樣去救一些意識出來 怎樣去逼到它 一定要特赦 是不是 或者爭取到一個 立即啟動政改 是不是 即時實現雙普選 是不是 就是 要想一些事情出來 是達到我們的目的 達到我們的目標 不要 如果不是 慢慢演進到就是什麼 就是為做而做的 這樣就會帶我們會輸 這樣我們會輸 我們輸 這次輸 大家知道是職無死所 是不是 現在正在開始了 是不是 所以 這件事是要想的 所以 你就算看到 星期一的地鐵 火車出軌 是不是 火車出軌 你老闆 擺到明 都 你懲罰 你還想 去屈示威者 有機會 都不排除 是是人為 是人為 他說人為 他說人為 當然是人為 就是你那些人 就是港鐵的那些人 就是港鐵的那些人 就是你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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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香港政府 大股東 香港政府 及地鐵管理層 這些就是人為 你買了 是 還要轉移視線 又說這些車廂 是英國的車廂 其實他為何要特地說 英國的車廂 就是說 這些車廂不是大陸的 你那些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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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的管理問題 我當你的管理問題 其實他可能用了很久 但問題是 你的管理是每放月下 你所有東西都要求銀期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出事 所以這些東西 你這麼無恥的運輸局局 運房局局長都有 你這麼無恥的 這些人 你完全是為自己的無能開脫 我有時想起 這兩年來 林鄭經常說 自己屌你 OK的 O什麼屁事 沒有一樣東西做 找過出來的 屌你了 地鐵沙中線那些 屌你了 山竹你處理了一刻糊塗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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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這個ют 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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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要整條反修例 整條這樣的 送中條例出來 我反過來 如果我是藍絲帶 我是建制派 我見到你整條反修例 我都不滿你 林鄭政權 已經喪失了執政的資格 已經喪失了執政的legitimacy 警隊已經喪失了 執法的正當性 黑警犯了這麼多警例 你犯了這麼多刑事罪行 你犯了這麼多 牽涉到終身監禁的 包括酷刑罪的罪行 你以為是可以逍遙法外的 朱經緯上訴也失敗 即是印證了什麼 遲早是會清算的 林鄭 就算我當她是林鄭保你這群黑警 她會下台的 下台之後新政府上場 你會拿什麼人祭旗 會怎樣 很簡單的 所以你現在是惡貫滿營的特區政府 你以為真的沒有後果嗎 不會的 所以長運動怎麼發展 我當然是 他們說是拭目以待 即是 繼續抗爭的行動 網友也說 重看借 重看借 最有限的方法是 搞壞經濟 每個倒台的政府 都是經濟敗壞 當然 現在其實不用 示威者搞的 那些敗壞 自己都已經爛了 對 已經爛了 100天了 開始 即是不關示威者的事 其實是中美貿易戰 制裁已經開始了 大家的貿易 即是準備的關稅已經開始了 是不是 而不僅是 香港的問題 全中國的經濟都現在 貧林崩潰在哪裏 你看看中國的豬肉價格現在多少錢 那你就看吧 即是很簡單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澳門沒有示威了吧 澳門現在的經濟怎樣 沒有一劈糞 你想想賭場沒有人去 對不對 我打算明天去 我很多年沒有去過 即是 如果是這樣 如果你說 因為沒有抗爭 因為全部都在中央 澳門應該風生水起才是 那為何澳門又有這麼多經濟問題 是嗎 即是 無法說過去 這是大圍 整件事 即是 這是整個經濟大氣候的問題 我自己做生意的 大家也知道 我自己做生意的 這幾個月都坐艇 不要說什麼 即是 我們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即是這幾個月 我們生意差到不得之了 整個市場沒有人說要做廣告 整個市場沒有事情做的 即是 大家都要付出這個抗爭的後果 而這個效果不只是等於抗爭 不只是因為有抗爭而來 即是 亦都是牽涉很多很多經濟的範疇 所以 你說 經濟差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告訴你 現在根據這個無賴政權 其實是不會的 不過這樣 總的 咦 是不是我要接一個電話 是 是不是 有一個電話在等著 好了 我接一個電話 因為我今天比較累 這個人 揮揮就說 今天可不可以 我們準時遠 當然是不行的 我為了各位網友 可以多些東西聽 通常都是忍不住這樣說的 說得好笑 說得好笑 喂 馮先生 你好 馮先生 我想說 就是 我發現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的保皇黨 即是 那些建制社群 在各區出沒 還有最好笑的是 每一個 是每一區的保皇黨 都有一架狗車放著它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怕被人打 有一個最好笑的 叫郭偉強 郭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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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年是炸警察 他當年是炸警察 但是 今時今日 找警察來保護他 他說他沒有好笑的 他好笑 我不明白 他真是笑的 因為 經常怕被人打 正常 那不要說什麼 那不要說什麼 蔣麗雲 他老爹 蔣麗雲 蔣麗雲 那時候是打共產黨的 國民黨人 打共產黨的 現在 屌你老爹 他女兒就去奶共 這些就是方舊貿 就是這樣的 還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馮先生 我自己就是 都是向前衝的 聽得出來 我正想說 聽得出來很年輕 聽得出來很年輕 你剛剛說 聽得出來很年輕 聽得出來很年輕 我說 是否真的做到 就是我不可以給你一個保證 就是我給不到一個保證 明白 但是 我自己會盡力做 我聽得出來很年輕 我也是會去的 但是我老爸又硬要跟蹤著 他說 我衝這麼前 但是我也不管 如果我衝這麼前 他又沒有書 所以他也不會跟著我 那你是在讀書還是在做事 1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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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孩子 你 經濟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幫忙 你如果有什麼 你夠不夠裝備 那些 那些可以 和家人怎樣 和家人關係怎樣 和家人關係怎樣 那些 你知道 尤其是我媽媽 就說收錢 又說什麼 但是最恐怖的是 他讀過大學 他讀什麼 讀書片 他讀了大學 讀了大學的人 他讀了廣大 不是吧 糟了 你媽媽可能有些同行 60年代 什麼時候讀廣大 不是 差不多 大你一點 最多就是 好像是90年代 94年左右 可能是我師兄師妹 不過不要緊 小鳳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自己小心一點 始終你年紀小 千萬一 我想大家都是這樣說的 第二 就是你留下電話 你有什麼很重要的需要 或者你想和人聊天 你留下電話 或者你加我的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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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我的臉書 想不通 或者想找一個人 談論一下 覺得很辛苦 你找我談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或者你要放學 找不到車的 你找我吧 他有車 我下個月也有車 如果你要保母車 在現場 你知道什麼 你知道我說什麼 你叫我們 小鳳 喂 小鳳 我沒有你的臉書 可以的 我等一下會給你的 我有你的電話 你的手機是來的 你的手機是來的 是啊 我等一下WhatsApp你 我等一下WhatsApp你 我給我的電話 還有我叫阿輝WhatsApp你 有什麼需要 或者是傾訴 最主要是 有什麼想不可以 想不開 或者你有朋友的需要 你打給我吧 我們始終就是 幫 實質幫就不是幫得多 不過也希望 你不要介意我們這些叔叔 聊聊天 開架也好 是 好不好 小心一點 小鳳 不要下單 記住 一離開現場 就換衣服 不要傻呀傻呀 穿著一件黑色T恤 你這樣 大搖大擺 還有不要被人騙 我可以換應 如果被人抓了 或者是周圍的人 你也不要那麼容易相信 到處的人 知道嗎 很多臥底 很多鬼不能知 明白嗎 小鳳 我知道 多謝你的電話 小鳳 早點睡吧 小鳳不會睡 我們早想睡 多謝你的電話 小鳳 好吧 拜拜 聽到小鳳的電話 其實我也有點難受 感慨 聽多一個 還有一個胡先生 聽多一個 很感慨 因為他只有十四歲 換轉以前 我真的覺得他是小孩子 我真的會覺得他是小孩子 小朋友 你不要管那麼多 但現在 我不會說這些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尊敬的年輕人 沒有說已經不會說 因為我大過你 因為我小過你 沒有這些 大家都是市民 大家都是香港人 其實真的想支援一下 很多前線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面對很多很多的困難和問題 不是說你捐錢 不是說你給錢就可以 其實是要時間去陪伴 去給他一個成長 其實是一個部分他的成長 你想想他媽媽還讀屎片 他說他媽媽讀屎片 你想想一個十四歲的年輕人 如果有一天我兒子十四歲 然後我爸爸讀屎片 我會很痛心 其實你問我 我作為一個為人父母 我很痛心 而我也很明白小鳳 十四歲的小鳳 她的心態是什麼 你比起我都會生氣 是不是 但這件事不是在一個半個家庭 是在很多很多不同的家庭出現的 是不是 是不是打不到給胡先生 好 我打算就算了 算了 這個年紀的人應該是面對 其實我沒有看 但是聽到的人說 昨天林海鋒也有討論的 他說他們那個年代 就是90年代 四大天王 是四大天王 現在這個世代 他們是五大訴求 五大訴求 其實很諷刺 很諷刺 對你至於無償的敬意 我有沒有這麼多膽 我可能也有 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也有這麼多膽 他也挺有型有款 但他沒有這樣 他根本是說 擦雞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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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抗爭裏面 都帶給大家 稍微輕鬆一下 苦中作落 所以亦都呼籲各位網友 如果你身邊有小朋友 有些年輕人 不一定是十幾歲 可能是二十歲 想找你聊聊天 不妨跟他們多些聊天 不要教聰明他 不要教他做事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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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他們說他們的問題 當然不要牽涉一些吃的東西 不要想太壞了 亦都給他們一些支持和鼓勵 亦都在他們心目中很重要 我好像在網上有一個女士叫南姑娘 我不知道她是否怎樣的人 我從社交媒體上看到她 她在前線幫助很多年輕朋友 甚至是無家可歸 跟小朋友發展一些幫助他們 亦都很感人的小故事 有很多個案 南姑娘 我也想跟她聯絡一下 因為我跟次文化堂社長彭志明 大家想到不如我們寫一個紀錄電影 半紀錄片式的實況電影 就叫八個六 就說南姑娘和一個年輕的示威者 或者抗爭者他們的問題 我覺得很值得記錄這個時代 因為我們每一天都在經歷歷史 我們每一天都在創造歷史 所以香港人日都很聚 今天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不要放棄 希望終有一天 我們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不要放棄 記住保持獨立思考 我覺得其實現在厲害了很多 大家都強了很多 很強 我覺得大家進步了 真的進步了 不是說沒有力的進步 其實思維 每一個人的獨立思考力 其實大家都進步了很多 比起三個月前 進步了很多很多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香港人要贏 記住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贏 要勝利 This is a war Only victory can save us all 多謝各位收看這個節目 香港人加油 拜拜